我就在这个沙滩啊 这混了一个多小时啊 非常舒服 刚才我还心想的到了这个岛上 哎呀 多跑几个点去看一下 我最后发现 就躺在这儿是最舒服的 哎呀真的 要不是肚子饿了 我真的不太想离开这儿 哎 现在刚好是春天太舒服了 这小风吹上太阳晒上 惬意 哎呀还有这么多比基尼美女看 这还有很多大贝壳 我那时候去的澳大利亚贝壳沙滩 贝壳都是这种的 全是这么大的就好了 唯独呢就是这个海水 也稍微差点意思 其他的都是不错的 这是梦想中的房子吧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卡里有个千二八百万的 不骄不愁 枣花白子莲 这是我刚才网上查到的 是不是它开花的时候呢 那就可以奔发出一百个种子 这是开花的状态 我呢就走走路 在这个岛上溜达溜达 就够了 我又不想开车 车我开的够够的 因为新西兰多地震 你看这些房子都是木头的 这儿呢是翠绿龙蛇蓝 这也太大了吧 你看这家人多舒服 有车有房车 有个大院子 这有几只野鸭子 我悄悄的靠近 这已经不算是悄悄的了 你看他们也不怕我 嘎嘎嘎 这是什么品种呢 嘎嘎嘎 嘎嘎嘎 也不叫一声 这走了一圈 这边就这家人应该能称之上土豪 这院子好大呀 他那边还挂了一个新西兰的旗帜 No dogs passed to this point Dogs prohibited 他这个很多沙滩都不让狗过去的 说是要应该是保护什么什么鸟类 有可能狗过去以后就把这个鸟咬了 也不能在这点火 确实海滩边上有很多的鸟看到对面 所以跟澳大利亚的规则不太一样 澳大利亚那个狗是随便到沙滩这边玩的 可能鸟类没那么多 它这个海藻吧 冲上来以后呢 晒干以后 搞得跟地毯一样的 带点褶皱 难怪不让狗靠近 看来这很多鸟 好像我比狗还狗啊 打扰你们了 实在不好意思 都走了都走了 远离我啊 小心我咬你们啊 这里还有一个马场 新西兰可是畜牧业大国 这新西兰就是环境好啊 但是住在这我觉得应该会很无聊 三层一个海景餐厅 我就想呢在这吃饭还是回 回奥克兰市区吃中餐 这有卖地的也有卖房的 这都是海景别墅 50A 我呢准备坐公交车 去早上其他地儿转一转 还有9块钱的 好了 又扣了1块1 主要是到对面的小港湾 说这个新西兰人啊 家里条件好一点的 基本上都有帆船 这有的都是很老的那种 停在这的 看这鸭子悠哉悠哉的 他们居然喝海水 真的假的 下午了肚子有点饿 我还是坐公交车去港口 坐船回去吧 准备回去了 还有6块8毛钱 又坐车回到这个码头了 哎呀好饿啊 我回室里再吃饭吧 还有20分钟 坐船回去了 一天我还没吃饭呢 肚子好饿啊 喂喂 这个是怎么弄的 OK 哦他们也有的人是有卡的 哎呀我这是卡自行车 好了开船了 回去了回去了 就早上吃了一个三明治 现在5点多我都没有吃饭 我还是想坚持一下回到这个市区吃中餐 中餐靠谱啊 这个岛上的酒店蛮多的 其实可以在这边住上一两天的 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实在是 没有心情 你看住在这个岛上 再有一艘船 到时候方便了 想啥时候走就啥时候走了 想出海钓鱼就出海钓鱼 就返程的路上呢 给大家唱首歌啊 唱的不好 嗯不要取关 嘿嘿 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 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 逼近这穿越山河的尖 辞的都是用情知己的人 你是我辗转翻侧的梦 我是你如梦山河的古人 就让这前肠挂毒的酒 流酸一样刺激在你我的心头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明年姑娘总是那么温柔 当我羞涩的拉起你的手 以为你会陪我走到最后 而你离开我了以后 我开始在人世间漂流 选择过大大小小的梦想 谢谢你不再让我彷徨 40多分钟又回来了 奥克兰 伊丽莎白女王号 这次游轮真的好大 奥克兰市中心 想去哪里就在这里坐船 这个码头 好了这个视频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赶紧再去吃个饭 然后回去休息 明天早上已经是预定好了 7点15在那个天空塔底下 坐大巴去看那个霍比特人村 就这样子了 拜拜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